怎样的动漫才可以称得上伍大 那这部诞生于30年前 有着动画版爱死机之称 将近7万人为其打出8.9高分的回忆三部曲 或许就是最标准的答案 它由三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故事构成 实际上在其深邃的脑洞和荒诞的风格下 所带来的思考和反思甚至已经超越了时代的范畴 而其中评分最高也最晦涩难懂的 无疑就是这部由鬼才导演金明所参与制作的第一篇章他的回忆了 那是在2092年的星际大航海时代 时荒飞船日缅号在返程途中突然收到了一个紧急求救信号 诡异的是其中不仅夹杂着一首名为蝴蝶夫人的曲子 信号源更是来自有着禁区之称的太空坟场 尽管船员们极度抗拒 但根据国际航海法的规定 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得前去救援 然而好不容易赶到目的地 船员们才震惊地发现坟场内的太空垃圾 已然聚合成了一座小型星球 没时间思考太多 经验丰富的船员贝克与米格尔当即便驾驶着小型飞船朝着信号员赶去 幸运的是 被救援飞船的舱门还能正常开启 等到重力彻底恢复后 两人迅速脱掉飞行器谨慎地拿起了武器 可当内部大门开启的一瞬间 他们却直接愣在了原地 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座极度复古却又奢华异常的金色大厅 大厅中央还挂着一副巨大的漂亮女人的画像 很大概率就是这艘飞船的主人 年轻的米格尔还在欣赏着她的美貌 一转头却发现画像上的女人出现在了窗外 谁料当她刚一推开窗 女人竟又随着一阵微风缓缓地消失了 她下意识地追了上去 这才意识到眼前的一切原来只是全息投影 这时 飞船上的送餐机器人走了出来 两人跟着她的指引一路来到了餐厅 看着餐桌上琳琅满目的美食和美酒 米格尔一下子没能忍住浅尝了一口 却发现玉盘蒸修之下隐藏着的净全是腐烂 他们只好收拾起心思继续朝着内部探查 不久后 在船长的指引下 两人顺利找到了那间发出信号员的房间 这里看起来像是女主人的闺房 但与餐厅内的浮华一样 无论是珠宝首饰还是各式各样的高定礼服 都在时间的清晰下变得腐朽 任何简单的触碰便会让其化为灰烬 根据陈列室内不计其数的各种奖杯 贝克也终于确定了女主人的身份 她似乎是半个世纪前想遇世界的歌剧《明灵伊瓦》 与此同时 米格尔这边似乎又见到了全息投影 这看起来是女主人伊瓦举办的一场聚会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下一秒所有人的目光便看向了她 伊瓦随即也将一束玫瑰放在了桌上 但让她无比惊恐的是 等到投影消退 她发现这束玫瑰居然是真实存在的 听到动静的贝克这时也赶了过来 当她拿起花时 她也并没有注意到 刚刚还鲜艳无比的玫瑰此时却瞬间凋零 她一边嘲笑着米格尔一边准备继续探查 可当他们刚走出房间 墙上照片内伊瓦的爱人竟突然变成了米格尔的模样 为了尽快找到发出求救信号的幸存者 两人决定坟头行动 刚走下楼梯 贝克就赫然见到一个女孩突然从天花板上跌落 她急忙上前查看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米格尔这边也见到雕像莫名流出了血泪 但神经大条的她并没有在意 身为贵族千金的她从小就是个知名的天才女高音 甚至还被冠以了世纪歌姬的名号 在她成名后便迅速与当时的超人气男歌星卡尔罗坠入了爱河 只不过她的幸福并不长久 在这之后 她先是意外失声 不得已退出了舞台 在订婚之际又遭遇男友出轨 随后男友更是遭到了一世伊瓦狂热粉丝的谋杀 至此 伊瓦便彻底的消失在了大众视野 两人继续朝着内部深入 却不知由于莫名磁场的干扰 飞船的通讯信号突然中断 毫不知情的米格尔此时来到了一处诡异的废墟 废墟之中弥漫着星红腐败的红色液体 在液体中央还摆放着一架异常险慕的钢琴 明明无人弹奏 却飘出了阵阵歌声 米格尔小心翼翼的靠近 才发现传来的正是求救信号内内手蝴蝶夫人 然而当米格尔尝试着按下情见的那一刻 一变突生 眨眼之间 重新焕发生机的废墟 竟变成了一座繁花景簇的绚丽花园 米格尔逐渐沉迷之际 突然出现的伊娃与他拥吻在了一起 将他彻底拖进了欲望的黄粮美梦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贝克刚通过无线电得知了米格尔的异常 可他还没来得及有所行动 一阵耀眼的灯光便将他也拖入到了幻境中 在他愣神知己 舞台上的伊娃又将他一刀捅伤 当他重新睁开双眼 他就赫然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于地球的家中 最爱的妻子和女儿也都回到了自己身边 可正当他逐渐沉溺于这失而复得的幸福之中时 眼前不断盛开的玫瑰瞬间将他拉回到了残酷的现实 意识到这一切都只是伊娃制造的假象后 愤然起身的贝克从幻境中挣脱了出来 接着猛地端起了武器 将变成妻子模样的伊娃红成了粉碎 这时 飞船上的通讯系统也总算恢复了正常 由于坟场内的异常磁场愈演愈烈 米格尔更是彻底失去了联系 于是船长果断地命令贝克立即撤离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飞船上的机器人这时又突然杀了出来 开始对着贝克发起了无差别的攻击 好不容易将机器人击杀 贝克才终于找到了陷入幻境的米格尔 可无论他怎么呼喊 沉溺其中的米格尔都没有任何反应 最后更是在伊娃回忆的引诱下消失的无影无踪 见到这一幕的贝克悲痛欲绝 情剑声却在这时再次响起 只是一瞬间 贝克也被拖进了那处花园 从伊娃口中 他终于得知了这一切的真相 原来当年杀害了他爱人的不是别人 正是伊娃自己 在这之后 他便来到了虚空之中建立了这处永恒的回忆梦境 话音刚落 伊娃便给贝克展示了其梦境的威力 一座无比熟悉的破败建筑拔地而起 正是贝克地球上的房子 也是他内心永远的痛 因为女儿意外坠亡的悲剧在他眼前再一次的重眠 可紧接着 女儿又在伊娃的怀里站了起来 而这才是伊娃的目的 利用贝克内心深处最痛苦的伤痕来让他沉沦 然而就当他一步步被女儿拉着走向深渊时 意外掉落的钱包让他愣在了原地 钱包内家人的照片瞬间就将他拉回到了现实 他痛苦的眼神也逐渐变得坚定了起来 贝克依然决然地将伊娃射杀后 他才终于见到了更为残酷的真相 眼前的伊娃竟然只是一具冰冷的机器 原来他真正的肉身早已化作了一堆哭 这一切都是系统程序按照他最初的执念 又或者说继承了他的遗愿继续运行着 并且还会不知疲倦地永远运行下去 与此同时 日缅号这边也到了游进灯窟的时候 剧烈的磁场风暴 此时仿佛具有了生命一般企图 将周围的一切吞噬殆尽 为了避免船毁人亡 船长只能被迫放弃 还为返航的贝克毅然决然地发动了攻击 试图利用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来逃脱磁场风暴的干扰 爆炸的同一时间 贝克不幸被卷进了气流之中 一同被卷进去的还有之前无数的被害者 伊娃天籁般的歌声也时时响起 这周围的一切在分冬离析后 又迅速在系统的作用下恢复了原样 宇宙坟场也终于在此刻露出了它的全貌 赫然是一朵永远保持盛开的血腥玫瑰 故事的最后 贝克在茫茫宇宙中睁开了双眼 他轻轻吹了口气 氧气面罩内的玫瑰花瓣瞬间定格 这或许象征着伊娃那永不凋零的爱情 也或许预示着这一切仍旧只是幻境